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12月22日星期三的中午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刘克言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沙冷器》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本来以为王力宏的事件会暂时告一段落 或者那个方向会转去徐若圈那边 今个中午突然一跳又跳回去 之前算不算叫之前呢 其实都是一个星期都不知道有没有 其中一个女角就叫Yumi 中传你的消息就是什么呢 在她的朋友的面书里出了一个post 写着什么呢 Yumi吞药兴生在医院洗胃急救 接着有一个add 王力宏 你最清楚Yumi根本没有介入你们一地鸡毛的份印 接着有三个感叹号 应该相当之愤怒 她说如果踏震的出什么事情 我绝不原谅 接着就四个感叹号 哇 相当之厉害了 那你说是不是假的 有没有有途有真相 哇 真的都摆出来 那些资料 一直在骑肚子还是怎么样的 看到有病床 还有其他不同的医疗仪器 哇 看来也见过石像这次 是啊 看上来好像流了第一滴血 这个超级大瓜第一滴血 八卦可以害死人 仁言可畏 她还说是急症危而重科 那张单写着红区一至二级 是啊 她拍了一点点 服用药物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看得不太清楚 详细那里可能不方便公开 起码看到是和吃了一些药物有关 不是吃错的东西 有些网民就出声 就说王力宏 你最清楚这个Yumi 根本没有嫁入你一地鸡母的婚姻 如果他真的出什么事的话 我绝对不原谅你 现在很搞笑 很多人都将这宗新闻加上王力宏 他今天一定收到很多个帖子 叫我看什么 爆她的照片其实就不关王力宏的事 你要王力宏出来帮Yumi澄清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应该让Yumi自己澄清 因为就这样 因为Yumi就说 你们两个结婚之后 或者结婚的时候 我们已经和王力宏 Yumi两个已经分手了 关我们什么事 不关我事 不知道 然后李静雷 立即回应 贴了一张图 你们 对 没有来往 转了WhatsApp 可能微信 不来往 就转WhatsApp 还有他没有穿衣服的格子照 这个是你的问题 你自己回应不了 究竟是怎么样 其实人们都没有追击Yumi 究竟是什么情况 在内地的新闻 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那个焦点 似乎都是在阿南的主角身上 还有另一个角度 其实现在个个都在呼唤王力宏 快点出来 说两句也好 究竟是不是有介入 乖不乖 当时人和他最清楚 就算李静雷 都放了一张截图 当中你们有多亲密 或者究竟你们说的那些什么 你们两个都心知肚明 现在王力宏 其实就在那个防疫旅馆里住 环境不错 他住得 三万多台币一万 是超级的VIP房 看到那些照片 里面相当正 有些大沙发 六七人坐的都行 就是摆个L型 还有很多空间感想 相当正 非一般的VIP房 不过很搞笑 他究竟在里面做些什么呢 被人投诉 就说他半夜三更 总在拉小题琴 还在弹电子琴 问他是不是在作曲 不要搞 你这么多时间在玩乐器 是不是应该有时间去回应一下 你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的女士 说两句也好 现在人家搞得出人命 你都不说两句 好像有点儿那过 是吧 是的 没错 不过王力宏 整个部署都很怪 这件事 好像完全没有部署一样 有没有感觉 即使你会觉得 连见一步走一步 都不像 那一步根本上是 戀了大龙 有错字 或者叫了他爸爸出来 前言不对后语 或者甚至乎 连自己的处境 是怎样都好像没有看 甚至乎连前妻 日本名字 都可以写错 我之前有一晚的 《盲向晚间直播》也有说 直接被鸡排妹 郑家迅 都出来吐了你这些 这些又不回应 这些又不说两句 还是怎样 起码你都出来再 就着某些事件 要再道一道歉 会这样好一点 因为他的道歉声明 都是不够全面 跟他前妻的水平相差很远 是的 一边就好像有几个军司 另外一边 好像完全不懂得做这些事情 所以事情是很奇怪 再者 王力宏 他现在对于这件事 Yumi在医院洗胃的事件 他说暂时没有回应 我们看到他有娱乐公司 有自己的制作公司 即是他自己的制作公司 这些公关上的事 新闻稿 如何应付不同的事 应该是家兴就熟的 为什么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整件事很怪 对 如果有什么情况下 连自己公司都帮不了手 我也遇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当事人不肯说 你都不告诉我 真相是怎样 或者事情的事实是怎样 那我怎样跟你扭 怎样跟你拆 那他都很拆 就是你多说些给我听 我知道有哪些位置 可以用来放大 或者可以用来補一些洞 被人听到会好听些 或者让对方不能还击 那都叫好一点 如果连当事人对着自己的团队 都不愿意坦白的话 就有机会好像现在王力宏这样的情况 再说到Yumi 怎样都好 都不希望有人因为这些事件 搞到要兴生 这个真是很可怕的情况 再者 为什么他会有兴生的想法 很明显 就是负能量太大 正能量不够负能量太大 那会不会是他看得太多 那个网络上究竟怎样说呢 有时候有些香港的这样计 娱乐公司的经理人 就会叫他们 你们不要看那么多 那些社交会议究竟叫做什么 自己都要忍下手 不要上那些讨论区 看看那些人怎样看 他们很容易 一看就会看一些最负面的 就是赞那些 人人都赞我的 什么可能赞我唱歌好 跳舞好看 我支持你 这些容易见 就是等于这样 我们看一些留言 我们都会看一看 有没有那些进来搞事 玩东西 造谣抹黑 那些 我们都会叫James去看这些 何况人非草木 这些明星 如果真的自己 有机会上去面对一些 留言 或者看有什么人 骂他 想着有什么地方 可以改过 或者有什么地方 可以补救 有时候想着想着 人又不知跟谁说好 大家都知道 这些 可能跟王力宏之间 这些秘密东西 真的不方便跟人说 感情上的事情 都好像 这个时候 都不知有哪个可信 每个都可能 都会把你的材料 爆出去 卖出去 甚至乎 你怎么知道 是否那个人 是跟你静蕾有关 或者原来是他的臥底 你又有无间道 我又有无间道 那怎么办 可能想着一边 真的会做出傻事 所以有时候 那些人的留言 可能真的 网络上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有多疯 有些人是写得很疯的 是呀 有些人是写得很疯的 但是 心理状态 不太好 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这个by two 他们的 星图 都是不太顺 我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而且那些负面消息 其实很多 现在 一有些东西爆了出来 以前的负面东西 全部都被人爆出来 因为这个by two 可能有时候 有些人都不知道是哪个 通常都是这样的 就是把你的最不好 或者最不见得光 或者黑历史 这样爆出来 组成一个懒人包 这些 对于现在的情况下 一定是最好看的 会被人觉得 哇 你一定跟这个王力宏 她之前的夫妻关系一定有关的 还会将她打成一个 好像某种毒物的成精那种 这样的话 又真的可能会想一下 我都熬了这么多年 可能刚才社长都说了 那个星图不是那么好的 想着 还继续努力一下 有没有机会 或者可能 可能 有些什么机会 在准备给她 或者在谈 还是什么的 因为有时候 这些艺人 背后付出了的东西 我们未必会知道 我们看《戏剧之王》 就看到了 有时候那些准备功夫 或者和人谈了很久的东西 给你拍什么电影 什么电视剧 有什么机会给你 很多时候 100个里面 起码有95个至98个 都是些天空小说 空中流角 但是你也抱了一个希望 可能有一两个 会有机会成真 谁知道 可能想着报了很久的东西 就是被王力宏 这件事炮过 堆倒了 然后可能没有了 再加上一些留言 可能看到 你永不翻身 或者可能你是这样的 我永远都不会支持你了 我本来很支持你的 有些人不支持你 说不定有这样的 所以导致他受不了压力 也是其一 不过再者 他没有什么经理人 或者其他的制作单位 似乎去到这些位置 竟然搞到他要复若去兴生 又真的挺出奇 正常来说 应该都叫他受不了 或者叫他隔住了 先不要看这些 静静地做回自己想做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想起一边 还是会不会有什么更加厉害的东西 他知道在李静蕾手上 会不会呢 导致你觉得 我想那张大赤道的照片 其实现在打了隔队 出了街那张 其实已经是最厉害的了 不一定有其他的 我的看法就是 也倒回来 我们从一个娱乐角度来看 现在他搞成这样的款 现在都应该叫大步纜过 看到那张急诊单 那里写着 药物是中毒 危重病科急诊 现在又看到他都摊了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那会不会经过这一件事 那些人又转回去 哎呀同情他 我们对他手下留情 还是怎么样 不过呢 我们倒回来 还可能有些人 继续用一个阴谋论 或者会说 扮事而已 干什么博同情 希望他不要再看到这些留言 或者有人想留这些留言给他 都停一停 想一想 如果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还要继续摧残他的心灵 你看到他的肉体 都摊在那张轮椅上 心灵上应该是更加伤 是吧 不要 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那个姐姐是好一点的 我自己看过一些相片 还有听过他们的一些歌 为什么会去听他们的歌 就是因为现在热门 看看他们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之前是完全没有听过他们的 其实那个姐姐是好一点的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 但是现在那个姐姐 都会被她影响到的 某程度上 都会的 最怕是找一找一下 连找到她姐姐 有没有牵涉其中 会不会有什么穿针引线 还是怎么样 有些媒体都去问一下 Yumi在台湾地区的朋友 她说 昨天还在工作 还说这一两天 都有通讯 也有看到她微博的东西 都没想过会这样 就是表面上 可能那个人照样都好像平时这样生活 但是他内心 或者在想什么 都懂得说 是叫艺人 如果真的不想让你知道 可能都会隐藏着 就照常这样 我们还记得 那个梁宁杰 她准备在天桥上 做空中飞人的时候 还有人送信息给她 她都还懂得回人 很正常的回 还问人家 是什么剪头发 是短还是长 还是什么 哈哈 还懂得回应这些 即时一对回那个网络也好 或者你看不到她的时候 就是所说 对人欢笑 背人碎泪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有些人可能会骂她 这也是正常的反应 这也是正常的反应 觉得艺人被骂她 无所谓 始终只有一句 每一个人都有妈妈生的 是吧 有些位置就不要去得那么准 她是做娱乐而已 不是连她的私隐 都要好像剥光珠 让你看完才叫她够过瘾 虽然大家讨论一下 看她们的匪文东西 八卦东西 是OK 但是去到蝎斯底里 骂她个人的行为等等 有些我们局外人 可能未必知道的东西 究竟是 为什么他们会转用WhatsApp 或者 究竟为什么会再问这些 究竟是那句是玩一下 还是怎么样 再看回那句 虽然是用一个裸照 但是那句又是 有没有很甜思思 或者有些曖昧 又好像未到 这个可以再跟进 其实事情没那么快完 看起来 我们本来本来 今天也差不多完 其实昨天也想着 这件事要告一段落 谁知道 原来这件事是停不了口 一定会有人出来 爆些新东西 现在那个焦点 再去到究竟 徐若圈 是不是就是 那个说有小孩 又说什么 曖昧 又说有老 又说什么 药炮 究竟是不是他 有些位置可以对时间 遲些 等一些网络 偵探 对一对时间 那就可以了 正香下午茶会 说 今天的正香下午茶节目 会说这件事 暂时到这里 希望Yumi和他的朋友 不要那么激动 两边都不要那么激动 朋友也好 他自己当时也好 不要太想得太负面 又说什么叫王力宏 快点出来交代 他如果真的那么渣 他基本上都不会出来说什么 就算他真的会出来说话 一定会说一些爱爱梅梅的东西 又说对不住这个 对不住那个 还是怎么样 现在大家想知道真相 一定要用真相 或者事实 人家才会相信 就像他的前妻 每一样都是有根有句 有事实有真相 他才会扔出来 对于之前Yumi这样说的时候 他立即扔出了一幅图 甚至乎他带回来 你去告诽谤 你告诽谤 他说给警察的通知 我提供资料 去到那么酷 不太厉害 接着Yumi又不能说 就是这一句 他反击不了 所以情况变得更烧得Yumi更加厉害 其实似乎就是那个位置 但是你又不能怪李静雷这样说 究竟是怎么样 好 后事如何 我们再看一看 希望不要惹人有事 这一天就最好了 最后大家网民真的不要太疯了 你又不是他当事人 你怎么知道究竟是 不要用什么箭 用动物来形容他 千万就不太好 这些太不公平了 好 我们这次先聊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